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美丽 1955年,授贤仪式结束后 毛主席走到开国将帅的中间 亲切地跟大家握手,盘谈 当毛主席看到一位少将的时候 直接走了过去 握住他的手,笑着说 哎哟,红小鬼都当上少将了 毛主席说的这位红小鬼 就是开国少将黄维华 黄维华,1914年出生于福建上航县 16岁参加了红军 因为作战勇敢,又写的一首好字 黄维华很快就得到了重用 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作战参谋 红军开始长征后 黄维华正发着高烧 浑身发软,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考虑到他病得这么重 部队就决定给他发几块银元 让他到后方医院治病 但是黄维华不同意 坚决要跟着部队一起走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 是其得意之作 被誉为神来之笔 但显为人知的是 毛主席的这一神来之笔 还得意于黄维华弄来的地图 这还得从遵义会议说起 红军占领遵义当晚 刘伯承考虑到遵义城的保卫问题 和红军后续的军事行动 专门邀请遵义邮电局长 商会会长等各界人士 向他们宣讲政策 讲明红军为人民打仗的宗旨 引导他们帮助红军在这里扎根 这些人经过刘伯承的教育之后 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纷纷给刘伯承将遵义城周边敌人的布防 还有遵义城的经济 交通等情况 尤其是邮电局长 还偷偷给了刘伯承一张 云贵川三省邮电交通图 刘伯承如获至宝 赶紧让人复制下发 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黄伟华身上 黄伟华不敢怠慢 直奔遵义城 可他跑遍了所有印刷场 却发现都关门了 急得他团团转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对他说 遵义城内有一位老画家 画的东西比印出来的还好 黄伟华立刻去找到这位老画家 老画家也答应了 很快就按照比例 画好了一张交通图 而且还亲自出面 联系了一家印刷场 帮黄伟华印了三百张 黄伟华拿到地图后 分发给各部队领导 还亲自送给了毛主席一张 毛主席看到后 非常高兴 夸黄伟华立了大功 后来就是靠着这张地图 毛主席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 把敌军耍得团团转 1955年受闲时 黄伟华被授予少将军衔 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也没有忘记他 笑着说哎哟 红小鬼都当上少将了 好了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